好 十幾年工作今天下來的發現就是 虎年真的是生產率會是下降的狀態 如果以過去的規模掉 如果掉1萬到2萬 所以今年的生產數 搞不好會好佔這個14萬的關卡 這個真的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攤開統計數據 若以12生效為一個集聚 1980年代虎年出生30.9萬 龍年有34萬 2000年龍年出生30.5萬 但是虎只有27萬 到了2010年 虎年只生16.7萬 和龍年足足差距6萬名新生兒 這每一個世代龍虎相比就知道 虎年出生人口少不是巧合 其實台灣是沒有產老虎 所以我們對老虎的印象 其實都是來自風神的概念 因為台灣我們的先民大概都是從福建 15的好吃虧 難道 蜀虎錯人嗎 為什麼 蜀虎覺得我不能做這些事情 滿冤枉的啊 因為我姊姊是蜀虎 很多活動他都不能參加 開心是 有時候 譬如說要拜拜他就不用去 但不開心是 有人結婚他也不能去 你是蜀虎嗎 覺得說蜀虎你就是不能進到新娘房裡面 對然後或者是像我們在拜祖先的時候 他們其實蜀虎的也不能到那個範圍裡面 在中國大陸那邊其實對於所謂的生肖屬性 沒有特別負面的這種看法 比如說沒有要求說什麼蜀虎的人不能進新房 或者是蜀虎的小孩子不能夠去翻新床 反而都是比較正面的談到 蜀虎的人應該就是 就是生性比較兇猛 比較有上進心 比較積極 我們在台灣民署裡邊 很多的活動或者是概念 其實都是一種趨吉必兇的概念 你的行為跟你的生肖不相干 這些禁忌 其實它的用意就是要我們更小心 現在如果是以十二生肖的企業來說 一般都以王聰的論恆作為起點 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戰亂的關係 所以比較重視一些宗教跟玄學的思想 那那個時候就是出現祈福啦 本命啦 就是結合了十二生肖 然後跟安太歲 安太歲在安什麼 安心而已啊 我是覺得虎年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量比較少 其實他們獲得的那個護理品質 相對來講是會提升的 人家都受他VIP 對 也很好啊 總比一個人顧好幾個顧不到好啊 每個人都覺得我們的產科 其實是夕陽工業啊 就是再來應該是產科 就是會越來越視為 生的人少 然後醫師也少 所以醫師就特別珍貴 產婦也很珍貴 寶寶更珍貴 老虎雖然有傳統的 白虎煞的概念 但是老虎他的正面的意義就代表 他很強壯 他很威猛 假如我們朝正面的方面去解釋的話 就不會有所謂的老虎是煞心 生肖屬性的這個封建迷信 就是一個這個可能台灣特殊的文化 所形成的結果 所以的確是應該要破除的 只要我們不太相信它 那慢慢的社會實踐 可能就會有所轉變